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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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银行业等很多都被叶利钦家族掌控 而其只是工程师的女儿女婿都一跃成为俄罗斯富豪 最典型的现在叶利钦的二女儿女婿 长期蝉联整个俄罗斯富豪榜榜首 即使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其女婿女儿掌握的财富达到400多亿美元 位居俄罗斯遥遥第一位 这还是一个女儿 如果加上大女儿女婿以及外孙女外孙子 那么叶利钦家族无疑是俄罗斯第一巨富 所以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苏联解体 带给叶利钦家族的变化 从一个普通人快速成为了俄罗斯第一富豪家庭 这也许就是叶利钦要解体苏联的主要原因吧 而根据俄罗斯的统计 现在俄罗斯前500的富豪 基本上都是在苏联解体时期 跟叶利钦等一起冲锋陷阵的人员 他们掌握的财富 基本上是俄罗斯GDP的一半 堪称世界的拐头 所以为什么叶利钦要解体苏联 就很好解释了 因为在苏联体制下 天下为公 只能领工资 特权也不能用 是永远不可能负责流油 掌控巨大财富的 而搞垮苏联 以市场化 私有化为幌子 实际上 当时实权人物 掌控先机 巧取豪夺 基本上瓜分了当时苏联多达四万多家的国企 一月之间国家财富 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这让他们一夜之间积累的财富 他们几辈子也赚不到 而这个建立过程 那是建立在法国难财 主动解体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叶利钦也十分清楚这一点 因此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 首先就是要保障自己家族和财富的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在普京上台后 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给予叶利钦家族特赦 免除其一切罪责 叶利钦以此 直接将到手的财富永远保护下来 这也许就是叶利钦那么拼命去搞好自己的祖国的真正原因吧 不仅仅是为了当总统吧 欢迎关注还原历史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了些苏联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